好 首先打開這個CPU的Code 然後就把CPU放進去 把上面的粒塊對好放進去就可以了 打開這些RAM槽 然後這裡要給點力感 插上去之後 槽就會鎖住 預先安裝好這些圖 然後放回底板上去 上回所有螺絲 然後就是火牛 安裝完火牛之後 就要把這些線安裝到主機板上 建議大家買半模組或全模組的火牛 因為看到這些線是非常混亂的 先把CPU的電源 然後就到這個 然後現在就連接HTEC的SAPA 還順便可以連接這個非常風險 如果電腦是有光碟 然後把SAPA線插進去 現在就要安裝前面板的線 通常HD Audio的線是主機板的左下角 現在就連接前面板的USB線 因為這些線每塊底板都有點不同 所以就是打開說明書 按這個安裝在哪個針腳位上面 這個數據傳輸的SAPA線 連接到HTEC SSD和DVD機上面 然後把這個SAPA傳輸的線 把SAPA線插進到光碟的HTEC SSD上 然後就是連接你的底板 先塗上少許的散熱膏 大約一個牙膏的尺寸在中間就可以了 這個水爛的一些電流線 踏在CPU方向上 安裝這個水爛的風扇 上蠻10螺絲就可以了 接到這個XFANG 通常會在CPU的附近 就在這裡 電腦都是用來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所以發熱量也不會太大 所以這些線我就隨它 現在就等 看到燈還閃閃閃閃 這裡已經在運作的電腦 對 因為我這個HTEC 因為我這部電腦全部都是舊的組件 這個HTEC 一早已經安裝了Windows 沒有做到Windows的安裝步驟 Windows的安裝步驟也不困難 把USB光碟插進去 然後跟回所有 你同意所有東西 就應該沒問題 好 今次這個砌機教學就是這樣 拜拜